較早前某媒體在 Facebook 上發佈一張馮瑩影上高燈的畫面 指高燈討論區為坊間某山寨的討論區 其報導引起大批巴打關注 有會員甚至找出當時馮瑩影正在瀏覽高燈的邊編貼文 亦有路邊寫的消息指 鄰近有山寨討論區出現嚴重交通事故 因為道路濕滑觸發連環撞爛車頭燈的災難 事件反映現今有個別媒體已經脫離傳統的傳媒枷鎖 看破紅塵是公信力如無物 隨後記者訪問馮瑩影當時使用的高燈討論區 手機應用程式的開發者積谷防機 她表示爽呀!猜不到FYY都會用我 高等新聞達文西報導 下次再見囉! 下次再見囉! 再見囉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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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